Hello 大家好 我是M&K的Vincent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M5相機 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 M5相機 M5相機來說 是Leica一架很有特色的相機 因為它的外觀上 蠻古怪的 看上去像磚頭 坦克車 四四方方 跟一般的M相機不同 一般的M相機來說 尺寸很低色 但實際不是大很多 稍後可以對比一下 讓大家看看 先說回M5 M相機來說 它是拉架第一部有測光錄的相機 挺特別的 它的測光是在這裏 控制ISO盤 這裏是安裝電池 安裝電池在這裏是厚了一點 所以它比其他相機大了一點 讓大家看看電池 電池也比較特別少少 你見到它邊厚邊薄的 這個位置是 這個電池也挺有趣的特別 這支電池也是早期的電池 這支電池也是早期的電池 一般拍攝的人都很適合用 已經是齊了所需要的東西 這支電池還有一個好特色之處 就是快門盤 這支電池 是可以單手操控的 這支電池的好處是 其他M相機都給不到的 一般來說我們拉架 我們看快門 都需要這樣兩個撥 現在我可以單手操控的 如果假如其他M相機 就需要兩個手提 還有一樣 除了它這個方便之處 在觀察盤裏面 你會看到快門盤的速度 好像拿著單反的FM2 你在裡面可以看到快門速度 但其他M相機都不會給到你 除了M7的電池快門 有顯示到電池展示之外 所有M相機來說 機械是唯一一架 是有這個功能 而M相機的機械性 也很穩陣 簡直就是很耐用 因為這麼多的機器之中 很多時候我們玩測試的快門 它很少說有Time Delay 也很少看見會壞 有些現象 和其他機器比較 是耐用很多 另外還有一樣欣賞之處 它也是有Self Timer 之後的機種 很多都沒有Self Timer Self Timer是外置力外裝 因為這架 還有Self Timer 大家可以玩Selfie 或者自拍都很方便 除了一支鏡 大家可以看到快門的運作 就是這個 如果大家想知道 測光錶收到哪裏 它跟M6是不同的 待會再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測光錶是怎樣運作 現在給大家看看 它的測光錶有多特別 看著這個位置 看到測光錶升上來嗎 當你拍攝的時候 它會自動收回 再來一次 這個是M5的獨有之處 其他機器是沒有的 而當年這些設計 已經是一個TTL的測光錶 可惜那個年代的Rangewinder 是沒有TTL這個名詞 這個名詞是單反發起先的 時至今日 BIGAR所有Rangewinder的相機 都在行TTL測光 只不過可能測光方式有些少不同 現在M5明確是測光感光電影線 至於後期M6 MP或M7方面的機器 下線線則非反射式隱藏性 以測光支針式設計 你可以去解除 約摩光疊度損命 現在我動動光圈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指針正在行動 當它兩個指針重疊為一點,就準確擦缸 一般現時的MGate,例如M6或MP的比較 它們只給了一個箭嘴和一個圓圈 你不清楚它的五叉值大約有多少 同一時間在景觀中,你也看不到快門速度 如果想要做一些曝光補償 或者刻意做暗一點的Under環境 你可以這樣推動它,就可以做暗一點 但若果想要30EV值多少呢 自己都已經心中有數了 我們現在可以再看看它另外M做的特別之處 就是這個回卷,它是機底 這樣它開出來有箭嘴表示 但它只是在同一個方向 如果反方向,它是卡住的 它是完全動不了的 它裏面有粒單向啤鈴珠 在這裏 好的,大約關閉之後 它就可以左右兩邊都可以轉動 這個設計當時也挺先進的 再加上 它有一個當時快速的相片設計 不過可以拿出來看一看 給大家看一看 現在我先安裝一下 現在可以講解一下 一些 一組安裝一盒菲林 我們可以怎樣安裝 一般來說,我們這個位置 插在這裡 這裏對著片的位置 記住放正 首先 放了菲林 然後這裡 要麻煩一點 我先用一手拉好 再讓觀眾看一看 菲林底安裝好了 這裡菲林和木圖的形狀 盡量做法一樣 接著我們就可以蓋蓋了 蓋蓋了之後 就可以過片拍照了 N5和大家介紹了那麼多 如果有什麼疑問的話 大家可以來我們店舖 有我Vincent和其他同事 會講解 介紹N5的用途 各方面 給大家知道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我們公司去看看 今集就這麼多 拜拜 好 好